首先跟杜順說話 承認自己是忍者 就可以接到任務 他會要求我們騙一個人來 我們不會選小太郎 因為騙了他來之後會影響之後的劇情 所以我們要找灰野鎮左衛門 記得要在去別物森林之前找到他 不然他會去水深村 你就騙不到他過來 我們可以在印水城樓找到他 我們先騙他去地牢裡面 然後回去找道信 然後回鬼佛點休息 回來之後跟他說話 他會要求你拿到鯉魚的紅眼睛 我們打敗了破戒針的環影 學到潛水之後 回到水深村 然後直接跳入水深村的湖裡面 然後找到那條對眼發紅光的鯉魚 殺了他就可以拿到任務道具 回去跟道信說話 把鯉魚紅眼睛給他 在鬼佛休息 然後偷聽他說話 然後游過去 游到先鋒指的方向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 對眼發紅光的左衛門 馬上丟人 打他要非常小心 因為他的攻擊很厲害 火吹箭 火吹箭 繼續劈他 丟油 跳起 連擊之後小心他的突擊 火吹箭 不要緊繼續劈他 再來火吹箭 拉開他 拉開他 丟油 他想恢復體力 火吹箭 繼續劈他 我擋 再擋 丟油 不要讓他回復驅降 火吹箭 繼續劈他 他又想回復驅降 丟油 擋開 再擋 火吹箭 差不多了 搞定 打完之後 記得拿道具 傳回去鬼佛點 再回去找道信 先偷聽他說話 然後再跟他說話 再傳回去鬼佛點 回到剛才打左衛門的地方 我們就會找到赤木化的道信 打他會容易很多 只要不停劈他 把他第一下反擊擋開 繼續劈他 很快就可以把他搞定 了 拜拜 最後記得拿回道具 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記得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給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聊天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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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不見 得不見 不見 不見 有 小鈴鐺